發生車禍現場地下滿部汽車碎片 地上留下長長的剎車痕 一架10.5代藍色掃把佬嚴重損毀翻側在地下 由網上流傳的圖片可見 一個穿著紅色衣服的男人 在意外發生後坐在路邊 他當時頭和手部流血 救援人員也趕到現場 意外發生在星期四晚上的11點多 廣東潘越南村南博商務區地下的環路隧道 發生車輛懷疑失控撞搏自炒翻側的意外 據悉,攝氏的車輛還掛著香港的車牌 在失事前懷疑參加掃把佬的車友聚會 並且拍照留念 聽說這條垃圾今晚發生很嚴重的事情 有沒有掃把佬就在那裏 不知道是不是開得很快 還是怎樣 失控開過在這裏 煞車眼很長的 我爆了聲就撞在這裏 現在一地碎片 也有市民在意外之後 在現場拍片打卡 更加在地上收集失事掃把佬的殘骸做為留念 在現場拍片打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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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現場拍片打卡